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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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 我们为了度华天下所有的众生 发使成佛 为了成佛 我们今天听今天的这个课 然后精精的修行 成佛以后度无量的众生 这样子发菩提心 然后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的题目呢 就是说你可以更慈悲 这样子 那我们每一个人或者是每一个这个生命 包括动物 每一个生命都有这个慈悲心 尤其是这个人类有慈悲心 尤其是这个人类有慈悲心 东吴也有慈悲心 但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慈悲心呢 还没有被训练 之前呢 这个慈悲心就是有 有这个局限性 范围很小 比如说人类 我们的慈悲心的范围 就是自己的家人 亲戚朋友 或者是对自己比较好的人 才有慈悲心 非常有局限性 然后其他的动物的慈悲心 也是这样子 非常有局限性 但是有一种方法 有一种方法是训练的方法 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 就是修法 一个修心的方法 台湾这边 我们开发会朝都 这些叫做修法 我说的修法 就是不是这个修法 一个修心的方法 叫做修法 那有一种这样子的修法 有一种训练的方法 通过这种训练的方法 把自己的原有的这个慈悲心 可以训练 训练了以后 最后这个慈悲心 越来越增长 越来越增长 最后我们就是有菩提心 所以我们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可以更慈悲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壳 里面就讲这个训练的这种方法 我们每一个人 任何一个人 通过这种训练的方式 去训练的话 一定每一个人一定会变得 更加的这个慈悲 更加的慈悲 更加的有爱心 更加的有爱 更加的有慈和悲心 慈心和悲心 所以就叫做 更你更慈悲 那我们的这个慈悲 为什么要训练 我们为什么要这个更加的慈悲 也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把母前的这个 这个居仙心 这个为什么要搭婆呢 就是因为我们学大乘佛教 学大乘佛教 我们大家都说 我们是学大乘佛教的 我们今天可能几乎 这里没有人说 我是学小乘佛教的 我们都会说 我是学大乘佛教的 那么学大乘佛教 什么是大乘佛教 什么是大乘佛教 这个我们很多人 也不是很清楚 什么叫做学大乘佛教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我们平时 我们普通人 我们普通的这个 学佛的人的概念 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到这个大乘的 佛教的寺院里面 去扫向白佛 还有我们平时在家里 自己的佛堂里面 供的这些佛经 就是大乘的佛经 然后平时我们送经的时候 我们送的经 也就是大乘佛教 就像这个地藏经 金刚经 心经 等等 这些大乘佛教 然后我们佛堂里面 这些供的这些佛 释迦牟尼佛大乘小乘 都是大家共通的这个佛 除了佛以外 比如说 大乘佛教的这个菩萨 像观世音菩萨 文书菩萨 地藏王菩萨 我们家里供的 就是这些菩萨 所以我就是 学大乘佛教的 我们很多人 这是我们很多人的理解 就是这样子 但是实际上 在大乘佛教的寺院里面 烧香拜佛 我们家里供的这些佛 就是大乘的这个佛 尤其是菩萨 然后我们送的经 就是大乘的佛经 难道这样子就是 大乘佛教徒吗 不是大乘佛教徒 不是大乘佛教徒 这样子 那么这些就是 不能让我们 成为这个大乘的佛教徒 那到底什么 到底什么东西 让我们变成大乘佛教徒 大乘和非大乘 或者大乘和小乘之间的 这个真正的结线 是什么呢 当然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 它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它的 它的见解 见低 也不一样 就是它的观点 不一样 然后它的很多的戒律 不一样 戒律就是它的行为 很多的行为不一样 然后呢 也它的这个 很多的修法也不一样 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呢 最关键最关键的不一样 就是 是什么 就是 菩提心 有了菩提心 就大乘佛教 比如说有一个人 他发了菩提心 然后呢 他平时他损的静 不是大乘佛教 就是小乘佛教的佛经 然后呢 他就到向台国面殿 这样子的这个寺院里面 去少像拜佛 或者是端期出甲呀 等等等等 都没关系 只要他有菩提心 那么他的环经 他松的经都没关系的 只要有菩提心 他就是大乘佛教徒 然后如果我们没有菩提心的话 那就是刚才讲的 我们虽然我们念的这些经 就是大乘的佛经 但都没有用 我们人不是大乘佛教徒 我们松的经 佛经 就是大乘佛经 我们摆的佛 就是大乘的八大菩萨 但是我们不是大乘佛教徒 为什么就是没有 没有发菩提心呢 因为我们没有发菩提心 所以不是大乘佛教徒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 凡是没有菩提心的 凡是远离了菩提心的 基础的 从烧香拜佛到 文思修行的这些 所有的心上 统统都不是达成佛法 都不是达成佛法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比如说 藏传佛教里面讲 藏传佛教里面讲 如果没有出离心和菩提心 秀大圆满 大圆满就是 好称是这个所有 密法里面的最丁减的 最丁减的这个 这个密法 如果秀这个密法 秀九年 九年闭关秀 闭关秀 但是如果没有出离心和菩提心 那这个是不是 能不能够解脱呢 不但是不能解脱 而且念一个解脱的宗旨 都没有办法剥下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个是国去的真正的 这些高僧达的成就者说的话 所以由此可见 这个菩提心多重要 我们修大圆满 修九年 都是没有用的 不但是不能解脱 而且念一个解脱的宗旨 都没办法剥下 这个多严重 大家想想 所以我们很多的 比如说我们 我想在这个 我们佛门的弟子里面 就有两个问题 一中呢 是什么呢 就是就一直都停留在 这个烧香拜佛 这个层面 根本就不去闻思修心 尤其是不修行 那这种人呢 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是菩提心 就没办法 然后另外有一群人 相当一部分的人呢 就是像台湾 香港这些地方 有很多很多 有很多了不起的上师们 经常都是来来往往的 所以在他们那里 就去听这些 很高声的法 像大阅满 然后大寿音 就是听这些法 然后呢 这种人 他们的心态是什么呢 他们以为 像处理性 菩提性 什么人生难得 无常 这些都根本不值得修 我是修秘法的 我是修这个大圆满的 我是修大收音的 修大黄黄网的 这些潜心 什么人生难得 无常 这些不是我修的法 这些都是 根基不成熟的人 修的法 不是我修的法 我不需要修这些法 还有有些人呢 就是会说 我的上师告诉我 我不需要修 不需要修这个潜心 不需要修这些基础的法 我的上师说 我可以修这个大圆满 或者是这个大收音 这样子的法 我不需要修这些基础的法 有这样子的两个 两个基短 我觉得有两个基短 那我觉得这两个都不对的 都是不对 第一个 我们稍想拜佛 我们天天都在讲 这个可以稍想 可以拜佛 稍想拜佛 是一个我们对佛陀的一个恭敬 表达我们的恭敬 表达我们的虔诚的性 同时也是一种鸡肋 福报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当然可以稍想 可以拜佛 这个永远都不会说 不要稍想拜佛 可以稍想拜佛 然后呢 小灾厌寿这样子的发挥 偶尔我们有些时候也会需要 也可以 为了这个满足这个需求啊 也可以 这个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的 也可以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有 必须要有出离心跟菩提心 出离心菩提心 这两个我们天天都讲三个心 出离心菩提心 空心 正无空心的空心结 这也是一种心 这三个是宗喀巴大师在 散主要道里面讲的 那这个不仅是藏传佛教 寒传佛教 它也需要这些了 寒传佛教也需要出离心 寒传佛教也需要菩提心 如果没有菩提心 还需要寒传佛教的也不能成就 比如说 比如说 修禅宗 修禅宗 修笔关 修九年 或者八年 如果没有出离心 菩提心 那这个根本不是达成佛教了 不是达成佛教 所以 寒传佛教也要修 所以希望大家 韶相拜佛的同时 还是要去闻思修心 我们 每一个人的 这个稍微年轻一点的人 都要上班 工作压力 家庭的压力 有 我们知道 但是呢 如果不修行的话 如果不修行的话 就是我们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 没有地方去哭诉 因为我 我这个 有家庭的压力 有工作压力 所以我没有修 没地方这么讲 将来没有勇的 所以呢 还是要修 要 这个我们的 这个学佛的 品质 少要提高一下 不要停留在 烧香拜佛的这个层面 这样子非常的可惜 但是呢 我们还 还可以这么讲 如果 有些人 他根本就不像 不像解脱 不像成佛 都不像 他只是想 拥有一个 幸福的生活 一个健康的身体 愉快的心情 其他他什么都不追求 但是他相信佛 相信轮回 这样子的话 有没有一种 这样子的 学佛的方式呢 有 有一个这样子的 学佛的方式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人天成 人天成 密法里面 密法里面呢 讲无称 无称 我们一般就是讲三称 一般是 密法和宪宗 宪宗密宗 大家公认的 就是三称 小称和 两称就是 小称和大称 然后小称里面就分 深温 圆 诀 然后呢 菩萨成 这样叫做三称 然后在密法里面呢 分五称 五称是这三个 上面再加两个 一个叫做 人天成 人天成 另外一个叫做 这个金刚成 金刚成 加这两个 一共是五称 那人天成是什么呢 任天成 他只追求 人天的福报 人天的福报 他想 希望就在这个轮回里面 生生死死都能够做人 做田人 就可以了 他没有别的要求 他不追求 成说 不追求阿罗汉 他不想这个 拜托轮回 他不想脱离轮回 不想接驳 有这样子的 佛教里面 有一部分是这样子 这个可以的 比如说 他实在是不行 实在是不像 不像这个 成佛 那就不需要发菩提心 他实在是不像 成阿罗汉 不像解脱 那就不需要 这个处理心 不需要处理心 那么人天成 他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他的最基础 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呢 最基本的条件 就是他从他的见解 他的见解的角度叫两个 第一个 他坚定不移的 相信轮回 相信轮回 人死了以后 还有下仪式 再下仪式 他坚定不移的 相信 轮回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他坚定不移的 相信 淫国 善有善保 恶有恶保 这两个 这两个就可以了 完全可以了 他的见解 就这两个 不需要 不需要 真无空心 不需要 无我 这些都不需要 他只要这两个 只要有 坚定不移的 相信 轮回 和因果 就可以了 然后 这是他的 见解 然后 他的 行为 是什么呢 尽量 的 去 行善 行善 断额 尽量 的 去做 十善 尽量的 这个 短除 或者是 这个 回避 事不善 事不善 这样子 他的 就可以了 满 他的愿 就是这个 就可以能够 满足他的需求 他 下意识 可以 不躲地狱 出生 他可以 做人 可以的 但 这个基础上 他就是 还要 把过去的 这些 罪业 要清津 这样子 以后 就可以了 这种人 在佛门里面 学佛的人 当中 允许 有这样子的人 这也是 佛教的 一部分 佛教徒里面的 一群人 一部分 这也是 佛的 这个 佛的 五成里面的 一个 叫做 人天成 这是可以的 我想我们 今天的 这个社会里面 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 可能是这样子的人 特别特别的多 说实在的 我们 自以为是 学大乘佛教 什么的 但是实际上 我们的本质上 有可能 我们就是 人天成 根本就不是 根本就不是大乘 根本就不是小乘 更不是大乘 我们是一个 人天成 都有可能 所以有这样子的人 所以我们也要 弘扬 这种 这种法门 因为我们 更多更多更多的人 他需要这样子的法门 因为我们 佛教徒 要不就学大乘 要不就学小乘 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佛教徒的话 那就 真正去 想学的人 就不多了 佛教徒就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这样子是不对的 本来 如果佛陀 他没有允许 这么做 那我们是 不能这么说 但是 实际上 佛 佛教里面 就有这样子的 一个法门 当初这个汉川佛教的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他也认为 我们的这个佛教的门槛 设得很高 我们的这个佛教的圣女和社会的这个距离很远 距离很远 我们已经脱离了群众了 所以呢 我们佛门里面 还是要 我们佛法还是要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 佛法要融入到这个群众当中 佛法要融入到这个生活工作当中 所以呢 太虚大师也就提倡一个叫做 人 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 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人天成是不一样的 人间佛教 其实是大乘佛教 小乘佛教 都可以作为人间佛教 就是人间佛教的这个意思呢 很深的 很深奥的一个东西 但是呢 它的心识 就是说 我们比如说大乘佛教里面的一部分 可以融入到生活当中 这样子叫做 比如说我们什么样 社会上的什么样的高层的低层的什么样的人 都可以去学这个佛法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任何人都可以学的一个这样子的 推广一个这样子的法 这叫做人天 这叫做这个人间佛教 但是人天成就不是这样子了 人天成它本来就是没有发菩提心 它没有出离心 然后它也不需要正悟空心 所以这三个心它都不需要的 处理心它不需要 菩提心它也不需要 正悟空心的智慧它也不需要 这都不需要 这为什么不需要呢 因为它不需要解脱 它不想解脱 这些都是想解脱的人 修的法 所以它不需要 我们要发扬 要弘扬这样子的佛教 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很多的人 他本身他不是不想解脱 他想解脱 他想成佛 想成佛 但是呢 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成佛的炉 成佛学大成学小成 怎么学他不知道 所以呢 他以为在学大成佛教 实际上他学的东西就是人天成 但是他不愿意 这不是他的心愿 他自己的心愿 他不是这样子 他想学佛 他想成佛 但是因为他不知道 所以他实际上他做的这些事情呢 都是 都变成 这个人天成 这样子多可惜啊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就 他不想成佛 他不想解脱 那这个我们没有办法 这个强迫呀 这个没办法 这不能勉强 因为每一个人的 终生的根基不一样 这个我们不能强制性的让他解脱呀 成佛呀 这不能这么做 但是我们很多的学佛的人 他不是这样 因为他不懂 如果他懂 他还是愿意学大成佛教 愿意学 愿意走 愿意走这个 走这个 解脱道 他目前做的这一切 都是人天成 但是这个不是他的本意 不是他的本意 因为他的方法错了 他的本意 还是想解脱的 那这样子 这个是很可惜的呀 所以我们把这些 什么是人天成 什么是小乘佛教 什么是大乘佛教 什么 如果修人天成 他要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然后小乘佛教 他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大乘佛教 他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怎么去做 这个我们要去学呀 所以我们这几天都在讲 文思修 文思修 文思修我们一直都在强调 为什么要强调文思修呢 因为我们有了文思修以后 我们才知道 原来我们小乘是这样子 大乘是这样子 我们自己明白了 到时候我们明白了以后呢 那我走小乘佛教 还是大乘佛教 我自己可以决定 可以决定 现在我们的绝大多数 不是所有人 我们也不能说绝大多数 把相当一部分的人呢 他享受大乘佛教 但是他的方法错了 实际上他走的路 就不是大乘佛教的路 而是人天成 这样子我们觉得 非常的可惜的 所以我们 我们还是要学 还是要着重 吻思修 我昨天也讲过了 希望我们学 学佛的心众 要提高 要提高佛教徒的品质 佛教徒的品质 我们要对这个佛法的认识 认识要提高 提高 我们很多很多人 对佛法的认识不够 认识不够 为什么认识不够呢 这个 这个当然可以理解 因为没有一个 系统的文思修 没有一个系统的学习 我们几乎没有收过 这个正通的佛教的教育 所以我们当然不知道了 自动的这个 扫小白佛这样子 这个很可惜的 我们现在 去学一学 这个不需要学 不需要学太多太多 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就简单的学一下 什么时效成 什么大成 怎么样发菩提心 这个不需要花太多太多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里面 就听这一个课 就知道怎么样修菩提心 就这么简单 就两个小时就知道 怎么样修菩提心了 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接下来我们就讲 今天的这个题目 今天的题目 你可以更慈悲 就是这个话题 实际上你可以更慈悲 这个是讲 讲什么呢 讲菩提心 我们这几天天天都在讲 菩提心 那么到底这个菩提心的 具体的这个训练的方法 或者是修行的方法 或者是培养菩提心的方法 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 那我想我们今天 这一堂课里面 给大家介绍一个具体的 非常具体的一个方法 然后希望大家去用 用这个方法去修菩提心 修菩提心 我们无论是出家人也好 在家人也好 菩提心呢 大家都要去修 但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法 还是不行的 我们连菩提心的什么都不知道 很多人 很多人比如说 有些时候呢 我心里啊 就是生起了一个 比如说 同情形 悲鸣终生的一个这样子的形 还有就是有一点点矮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以为这个是菩提心 但是这个不是菩提心 这个是矮形 是慈悲心 但是呢 你菩提心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所以呢 我们要修一个真正珍贵的菩提心 那熟悉 表准的菩提心 首先要知道它的培养的方式 简单的说一下 菩提心 简单的说一下 我们这两天讲了很多了 菩提心简单 每一次开这个讲课之前 都给大家介绍了菩提心了 然后我们现在再简单的说一下 菩提心需要量 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两个条件 一个条件是什么呢 我们对天下所有的生命 对天下所有的生命 要发起一个慈悲心 一个强烈的慈悲心 强烈的慈悲心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向这些众生 让这些众生 我向这些众生 我想把这所有的众生 让他们成佛 有一个这样 因为对他们有慈悲心 以后呢 会产生一个这样子的决心 然后第二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是简单的说 我们 我要把天下所有的众生 让他们成佛 让他们成为像释迦摩尼佛这样子的佛 这个决心 第一个 这个是菩提心的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菩提心的一半 然后另外一半呢 另外一半是说 那我怎么样让天下所有的众生 成佛呢 这个我们从我们今天的显状来讲 这种是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怎么可能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呢 我让我自己成佛都有一定的这个难度 这个不可以等 但是呢 我们这个时候就想 那我怎么样能够完成这个工作呢 怎么样能够实现我的这种梦想呢 有一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什么呢 首先我自己成佛 首先我自己成佛 首先我自己成为像释迦摩尼佛这样子的佛 这样子以后呢 我就能做到这件事情了 我能够完成 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承办这件事情 所以啊 我首先我自己要成佛 下决心 首先我自己要成佛 这个是百分之五十 另外一半 菩提心的另外一半 这两个加起来了以后呢 这叫做菩提心 就是说 我为了让天下一切终生成佛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目的 首先我要成佛 这个就是菩提心 这就是菩提心 简单的说这个叫做菩提心 好 然后我们知道了这个菩提心以后呢 现在我们就是讲 这个训练的方法 训练的方法 现在我们没有修这个菩提心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通过这种方法 没有训练之前 那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心呢 很难 比如说有人问我 问我愿不愿意天下所有终生成佛呢 我们一定会回答 我们愿意 我们希望天下所有终生成佛 然后有人接着问 那你愿不愿意为一切终生成佛呢 我们也会说我愿意 但是这个是 这是说说而已 实际上 发自内心的 从骨子里 没有说这句话 这是说说而已 实际上我们还是 我们把自己的事情 就是作为头等大事 其他的就是词要的 不是手要的 关键问题的时候呢 还是我们选择我自己的利益 所以我们这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空头支票 没有内涵的 这是一个空头支票 那我们把这种思维要升华 要升华 要强华 要提升 把这个造作的东西 让它变成不造作 这个被动的 被动的这个想法 让它变成主动的 主动的 这个过程怎么样 从被动到主动 从被动到主动 从造作到不造作 从不标准到标准 从口头上说到发自内心的想 这个有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我们的训练的这个过程 用佛教的话讲 虽然在五分钟里面 虽然是在五分钟里面 根本就没有办法比 跟这个菩提心的功德 比 为什么呢 超想拜佛这一切都是我们为了自己 而且尤其是我们的现实生活 为了我们现实生活 就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 不是什么很伟大的 这是个人的问题 菩提心 真正的讲 菩提心就是人类 有史以来的所有的这些思想里面 最伟大的就是菩提心 是一个完全是没有知识的一个 完全是一个奉献的精神 完全是一个无条件的一个奉献的精神 这个是最伟大的 这是为了 比如说我修菩提心 我修了五分钟 那这个五分钟我为了谁修呢 实际上我现在修得好也好 没有修好也好 我往这个方面走 是为了 为了什么呢 为了这个 说不清楚的这个生命 无量的生命 就是为了无量的生命 无边的生命 而修这个菩提心 所以它的功德就变成了 无量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大乘佛教里面讲 赐被西施 都这个后面就有一个无量 这两个字 此无量心 悲无量心 息 摄无量心 为什么叫无量心呢 因为它的对经 它的对修行的这个对象是无量的终生 所以它的功德 所以它的功德也就是无量的 我们不要以为 因为修菩提心是一种训练 但是没有什么功德 如果需要有功德的话 那就要去烧香啊 拜佛啊 念经啊 这样子是错误的 不是 修菩提心才是真正的 这个积累福堡的这个最好的方法 菩提心 菩提心的这个修炼 它有孝宅 它有孝宅的 孝宅的这个作用 我们去参加了无数的这个孝宅的发挥 都不如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修菩提心的功德 我们拿一百万两百万上千万的钱 捐给这个十元 然后就是为 然后求福报 求福报 这个求孝宅 这个效果没有修菩提心的好 效果好 菩提心的这个修心的 它的功德就是远远超过了这些 所以像小宅 修菩提心 像验兽 也要修菩提心 像积累福报 也要修菩提心 菩提心它是真的是完能的 完能的 修了菩提心以后呢 才能够积累资料 比如说我们 拿很多很多的钱 去积累福报 这个也有福报 但是呢 这个福报 远远不如 修菩提心的这个福报 所以菩提心的修法里面呢 一切都包含了 你想严收也可以严收 你想消灾也可以消灾 你想这个积累功德也可以积累功德 这里面都有了 所以希望大家 至少每天都有一个短短的时间当中 去向菩提心 修菩提心 坐下来修 我们有些时候就说 我们 我不需要坐下来修 我不需要逼关 我在生活当中修 生活就是修心 听起来很好听 这句话 听起来很好听 但是 生活当中 我们怎么样去修菩提心 这个很难 有很大的难度 这个我们不能 原则上不能否定 但是呢 这个有非常大的难度 比如说我们现修 鼻关 每天都修菩提心 然后菩提心的修心的 这个成都大道一定的时候 然后在这个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修 这个时候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 但是我们根本不搭着 根本就不逼关修心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 在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这个难 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我们做的就是坦诚词 没有一个什么处理性 菩提心了 所以处理性 菩提心 必须要单独的训练 专门的训练 这个我们凡夫都是这样子 我们造罪 造罪的时候呢 不需要去努力 不需要有人来劝我们 我们自然而然的去造罪 信善的时候呢 必须要有人来孤立我们 有人来帮助我们 或者是自己要费 很大的离奇 才能够欣赏 造罪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 这个奴隶 自然而然的去造罪 同样的修处理性 菩提心 不可能自然而然 就在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这个难 这个就是自欺其人 自欺其人 所以还是要 经下来秀 经下来秀 那经下来怎么修呢 怎么个修行的方法呢 好 我们开始讲这个 首先大佐 大佐的方法 我们前几天 已经讲过了 这个禅修的方法 我们不就是刚刚讲过吗 我们今天在座的 可能上次这个禅修 禅修的这个课 可能有些人听了 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听 如果没有听 在其他地方也没有听过 母前还不懂得 怎么样禅修的话 那么你们就可以 听这个 听 听 以后可以听 迪维迪 或者在其他的 这个上师师傅 他们那里去学 或者是我们在 之前讲过的 这个 网上有很多的音频 诗评 书啊 这些都有 会灯之光 这个里面就有一个文章 叫做 除佐于入佐的修法 除佐 除佐就是我们大佐结束了 入佐就是我们的大佐 修行开始了 这个方法 除佐于入佐的修法 是专门将这个 禅丁的这个 预备 或者这个方式 将这个方式 大家可以参考 可以语 这个我们大佐的 这些方法呢 我们今天不讲了 前几天已经讲过了 没有听过的呢 在自己慢慢地语 然后这些 全部做完了以后呢 这些 我们讲的 这个神体的姿势呀 这个排除武器呀 还有就是这个 观相释迦牟尼佛呀 这些全部做完了以后呢 然后 静下来 静下来 在佛堂里面也可以 或者是这个 我时里面也可以 在床上修也可以的 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我们就经常有人问 晚上可不可以 连地藏经呢 白天可不可以做 什么什么什么呀 没有这样子的说法 白天 晚上 什么时候都可以修 菩提心 随时都可以修 只要有空的时候 都可以修 比如说 你在办公室里面 办公 但是呢 这个中间 你要处理的 所有的这些东西 处理完了 中间有一个 半个小时的时间的话 那你也可以把门关上 修半个小时也可以的 办公室里面也可以 卧室里面也可以 或者是其他地方都可以 只要有一个比较 稍微比较自由的一个 这样子的空间的时候呢 都可以修的 然后时间上 也就是部分白天 晚上 随时都可以修 具体的修法 首先我们有一个这个过程 这过程呢 我们之前讲过很多很多的 很多次 你们可能也许一部分的人听过了 但是可能大部分人也许没有听过 那这个是叫做 这个三个修法 一个叫做植母 第一个植母 第二个年恩 第三个保恩 就这三个 这三个里面呢 都包含了植母 植母 植母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 天下所有的众生 曾经是我的母亲 这叫做植母 植母 联恩是什么呢 我们去相连 去相连这个母亲的恩情 母亲的恩情 去回忆 或者去相连母亲的恩情 这个叫做联恩 第三个叫做保恩 这是报答 报答母亲的恩情 保恩 这三个了 具体的训练的方法 就是这三个 如果没有这样子 一层一层一层的方法 我们直接就去想 我要一定要读终生 读终生 我一定要为了读终生 成佛 这个不成功的 为什么要读终生呢 为什么要读化一切终生 这理由是什么呢 必须要有一个这样子的理由 我们才能够接受 平时没有这种训练的方式 是修心 我们很勉强的 勉强的 或者是厂执心的 让我自己去想 我一定要成佛成佛 这样子很难的 需要这样子的训练的方法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静下来 把身体作为疲努七法 排除无奇 这个全部做完了以后 然后就心里这样子开始思维 思维啊 这是一个思维的过程 这个修法 一定要去思考问题的 要去思考 要有思维 出力性的修法和菩提性的修法 全部都是一个思维的过程 这个里面要去像 要去像 我们有些时候就是说 大作不是什么都不像吗 大作有很多种不同的大作 禅修也有很多不同的禅修 有思维的禅修 没有思维的禅修 有智慧的禅修 没有智慧的禅修 禅修也有很多种 现在我们讲的这个菩提性的修法 它也是一种禅修 这叫做思卑菩提性的禅 也是一种禅修 然后这个禅修呢 首先啊 具体的 首先是我们 接下来去思考 第一个 第一个思考 要思考什么呢 这里把这个思维的摸使 思维的摸使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已经就是形成了一种摸使 这就是一个摸使化 化的一个训练 它已经有了这种摸使了 那这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 经下来以后呢 然后我们要去思考 去思考 天下所有的众生 天下所有的众生 包括这个像蚂蚁 像蚊子 像蚯蚓 像蚯蚓这样子的生命 曾经都是我们的母亲 这叫做植木 那这个训练的方式是什么 训练的方式呢 首先我们把自己的母亲 大家听清楚 我们自己的妈妈 这一生的 现实的妈妈 观想在我自己的签面 观想在我的签面 我们今天大多数的人的母亲 可能在时 也一部分的母亲 可能不在时 都没关系 如果不在时 那他神迁 他是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观想 观想 什么叫观想 大家知道吧 好 就是心里想 我的母亲 现在站在我的前面 就是在这个对面 站在我的前面 看着我 这样子叫做观想 心里想 心里想 这个观想 跟我们密宗里面 这样的这个观想 稍微有点不一样 密宗里面 这样的观想 要求特别特别的高 这个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我们只是心里想 我母亲现在在这个 站在我的前面 这样子可以了 还有一个 这里面有个细节的问题 细节的问题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母亲 已经活到 已经活到 很老很老 比如说八十岁 九十岁 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观想 年轻的时候的母亲 还是观想 老的时候的母亲 要观想 很老的时候的母亲 为什么呢 因为母亲 就是这个衰老 生病 这样子的母亲 观想在前面 我们非常容易 对她产生 对她产生 这个慈悲心 或者是癌 非常容易的 所以就是要观想 母亲 衰老的时候 衰老的时候 头发全部摆了 满脸的周温 牙齿也吊了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母亲 观想 观想在前面 如果母亲年轻的时候就走了 她没有来得及衰老 那就年轻的时候 观想就可以了 这样子观想 然后观想了以后呢 观想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去思考 我的母亲 我的这位母亲 她不仅是这一生当中 是我的母亲 而且从无事以来 到现在 在这个生命轮回的过程当中 她曾经做过 我的无数次的母亲 无数次的母亲 这样子去思考 这个思考看起来 似乎是非常的简单 就没有什么 就是我把母亲观想 观想完了以后呢 我想母亲 不仅是这一生当中 是我的母亲 这个我不需要去想 这个是很肯定的 但是呢 现在上一世 再上一世 再上一世 她从无事以来 做过我的无数次的母亲了 这个我们佛教徒 是相心轮回的 对一个相心轮回的人来说 这个不难 不难 我们轮回是无失物种 这不是就是几万年 或者是这个几千万年 几百万年 或者是几一年 从无事以来 这样子我们 在这样子这个轮回 在这个轮回过程当中 就比如说这个地球上 每一村土地上面 我们曾经啊 试过无数次 胜过无数次 知道吗 每一村土地上啊 这是我们现在都忘掉了 都忘掉了 不知道 实际上在每一村土地上 这个地球的 每一村土地上 我们曾经啊 试过无数次 胜过无数次 但是我们今天不知道而已 就像就像我们在海边呢 海边的这个沙滩上 走过去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后面就有脚印 但是呢 回来的时候 回头一看 海潮 就把这个脚印摸掉了 看不见了 但是呢 现在就是因为这个海潮 把它摸掉了 实际上这个里面 我曾经在这个地方 留过这个脚印 但是现在看不见而已 同样的我们从无事以来 六转的轮回的时候呢 彼此之间都做过父母 但是我们现在去思考 母亲 就是无事以来做我的这个母亲 曾经做过母亲 就是这个思考 这个思维 就是这个思维啊 非常的简单 但是这个要强化 强化 所以你们不要意味 这个我不需要去修啊 我不知道啊 不能这样子 是知道 但是呢 这是因为 这是所有的基础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 一个坚定的 坚定不移的一个这样子的基础 所以要去思考 也许思考 也许这个我们也许要修五天 或者是修七天 或者是修一个月 都有可能 什么叫做 这个修好了呢 当我们坚定不移的 当我们坚定不移的 非常的相信 我们的母亲 不仅仅是这一生当中 作为我的母亲 曾经做过无数次的这个母亲 对这一点 一点疑问都没有 坚定不移的相信的时候呢 好 这个时候就 这个修成功了 这个修成功了 我会想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012、001、205、666 生重灾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烟贡香、粉、药贡包、香、弱势关怀、不食动物 宫勤战性法师组法 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06271-6612、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同瞻法义、共睦佛恩 避免信众与密闭空间、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一律采直播方式、共睦佛恩 欢迎加入分会赖群组 可登记病苦者每日法会后皆会回向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台南分会书法班招生 方朝中老师教授 日期7月13日星期三开始 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 招收对象、国小、国中生 请提早报名 报名电话06271-6616、06271-6616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同瞻法义、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 什么是出地的菩萨呢? 出地的菩萨 他不再有执着 内心不再恐怖 也不升起颠倒 不会打妄想 他不担忧生活 也不惧怕死亡 不会对人产生怨恨 也不会对人毁谤 进入了出地的菩萨 他等于升到了诸佛的家中 他以助人为本分 以布施为快乐 能少龙佛种 也能同法度化众生 内心与菩提相应 欢喜踊跃 所以叫做欢喜地 给您的完成